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洋菊 洋菊已经开出很多花来咯 大家看这个花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下雨 然后枝条比较的瘦漏 有点垂下来了 这个颜色的花朵 那真的很漂亮哦 现在后面的花 比之前开放的花会更大朵一些 然后有这种半虫半的感觉 会更加的漂亮 相机还是拍不出它的美来 而且这个洋菊梗的花 它的这种花色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花还是很值得养的 它是真正的多年生的 所以你只第一年养了之后 后面的花是越开越爆 这花我喜欢 再去看一下这个风车墨里 上次给它打了点之后 底下的这个侧芽长高了很多 看底下的这个新长出来的枝条 是不是长得很快 这一根的话都这么高了 然后这一根的话 很快就要爬上这个竹子栏山咯 等大家一起爬上去 然后继续辛苦你们 把这一面珠子栏山全部给我爬满 再去这个阳台花园看一下 这一个金采石户 它的那个气生根是长得越来越茂盛了 这个石户的这个新叶子是长得越来越绿了 也越来越多了 大家看这就是它的这个根 现在的话这个石户是完完全全的扎到了 这一个木桩上面去了 然后这一个的话 它也是牢牢的抓住了这个机制 这个石户看样子还是很好养的 再去苏果区看一下这个水果黄瓜 刚刚我在找蚊子的时候 又发现有两个水果黄瓜比较大咯 大家看这个水果黄瓜已经比较大了 要不了几天可以采收咯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水果黄瓜的苗是越来越绿了 所以即时采收加施肥 是更绿于它下一次结果的 这一盆的这个底下是不是也长了很大一颗 就是感觉底下这里有点畸形 看到没底下这么小 上面这么大 再去看一下那颗茉莉花 它的这个花蕾是越来越大了 大家看这个茉莉花用的花蕾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完全绽放了 本来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要给它追溼一下 这个茉莉花营养叶的 但是现在是下雨 然后它又是放在室外 所以拾不了 那就只能第二波了 等那天不下雨了 再给它拾点 差不多了 再给它打呀 再给نا 再给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